來 那我們請看這個訊息 好 熱情外溢 高值利的股票 有戲唱了 把列了一些股票出來 那譬如說統一超啦 對不對 台塑 台化 台塑化 統一 南亞 南亞科 這個大城 元東興 這個金寶等等 告訴你 他的值利率啊不錯 他的股價很低 前三季的獲利相當的好 好 那目前來講這個 相對的股價低點 值利有多少%多少% 告訴你 那你要不要買對不對 我們看這個新聞 16檔高現金 值利率的股票 反而都還眷顧 哇 列出一些股票出來 可能只有 值利率只有4% 好 那請問 到底是不是值利率 銀行才1% 4%是銀行4倍 到底這樣標的可不可以買 來 我們先看一下 看這個 這16號工商登出來的 好 中信金 一估值利率5.24% 鴻海一估值利率4.45% 富邦金一估值利率 這個4.62%等等 依序這樣 那請問 是不是這樣就可以買 買洪海啊 買富邦金啊對不對 買中信金啊 有5.24% 是不是這樣 這麼簡單啊 這麼簡單誰不會 那放在銀行不都笨蛋 那這邊有5%可以拿 你要放銀行放1% 當然不是這樣 好 那我們說值利率是什麼 值利率就是 股息除以股價 比如說我現在股價是100塊 我抬售股價100塊 那我可以配3塊錢的利息給你 3除100就等於3% 3% 所以那股息值利率就是3% 這樣懂意思嗎 這是股息值利率的一個數學算法 那我們來想 我先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聽完之後你會昏陀了 夭壽怎麼這麼恐怖 我們看看這個例子好不好 來請看 這是2015年的報紙 富邦國泰今年賺錢再創新高 哎呦天啊 EPS前11個月就有6.07元了 富邦 所以當你看到這個消息 賺錢再創新高 前11個月就有6.07元的EPS 嚇死人了 嚇死人了啊 真的啊 看了這個報紙真的不是嚇死人了 獲利這麼棒 創歷史新高 EPS前11個月6塊多 股價不到60塊 哦 嚇死人了 那請問值利率是不是快10% 對不對 6塊除了60 哎呦 10%呢 嚇死人了 趕快請假蕩產都去買啦對不對 方式趕快抵押 反正抵押銀行借款的利息也不高 一兩%而已 趕快來買這標的啊 值利率10%呢 嚇死人了 那請問最後結果是什麼 看一下 天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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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股價竟然可以跌五成啊 投資朋友 你聽懂意思嗎 一百元進去剩下五百 五十萬而已啊 股價可以跌了五成 為什麼會這樣 想想看 啊不是賺很多錢嗎 對啊 這不是賺很多錢嗎 賺了EPS6.07嗎 股價怎麼可能會跌50%呢 投資朋友那不是太詭異了嗎 從69跌到34 那你一千萬進去剩五百 天啊 太可怕了 嚇死人了 問題發生了事實啊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這圖也不是我自己畫的對不對 確實在那邊跌了50% 獲利最好可是跌了50%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所以如果你傻傻跟現在一樣 十一十二月 可以講富邦經典賺錢啊 這個去年你看 現在時間跟這差不多 你看有沒有 有沒有 2016年12月4號 今天20號 多十天而已 好 一樣富邦國泰經典再創新高 EPS6.07 今天是一個月 好 那你很開心的買進去 到這邊啊 結果是什麼 來看一下結果 結果就是這樣 跌50% 你就一哭無淚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看一下 看了 嚴固了 最後怎麼樣 富邦經的大股東 他們有辦政治 放棄認購 他說為什麼放棄認購 他說 投資人認購 需要需求高啦 讓出機會啦 聽他在放屁 投資人喜歡 啊 肥肉啊 喜歡瘦肉 我們不吃 我們吃肥肉 瘦肉給投資人吃 放屁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真的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啊 不要傻了 他突然間對你那麼好 他認識你嗎 富邦經大股東認識你嗎 你姓陳姓王姓李 誰知道啊 他會對你這麼好嗎 不可能嘛 當然有其他緣故啦 來 解決富邦年壽 禁止增花500億的問題 哇 天啊 禁止增花500億啦 嚇死人了 難怪股洽跌五成 他會不會跟你講 不會啦 不要傻了 我不要趕快倒給你 他說跟你講什麼 我們公司今年一配是 這個創歷史新高啊 趕快來買啊 這個殖利率很低啊 趕快倒給你 倒給你 倒給你 不是嗎 為什麼 後面有問題啊 因為他們人壽啊 增花了500億啊 懂嗎 為什麼 這邊有寫到文字的細節 我們稍微把它看一下 位有一家公司 獲利創新高 股價卻創新低 跌了50% 嚇死人 為什麼富邦人壽 因為股災的影響 這個 總共損失 產業損失非常高 大概是941億 有沒有這邊有寫 真的有這麼好康的啊 殖利率很高 給你 大股東連政治股都不認了 怎麼可能 不要傻了 別說了 以前睡覺的